本期视频将为您讲解如何通过手机APP控制Insta360 Pro 2进行拍摄。 在使用Insta360 Pro 2拍摄前,请插入7张存储卡。 请去保相机余电充足,或配有稳定供电。 为了使拼接效果更好,后期剪辑更方便,请准备一个拍摄用的VR三角架。 将Insta360 Pro 2连接到您的移动设备。 如需帮助,您可以查看相机连接的教程。 通过手机APP,您可以拍摄照片、录制视频或者进行直播。 以录视频为例,您只需要点击录像按钮,即可启动拍摄预览及控制面板。 预览区域下方的六个图标分别为 陀螺仪防抖开关、VR模式预览按钮、全屏按钮、亮度直方图显示开关、 预览流音频开关以及关闭预览画面开关。 在基础设置一栏中,您可以进行基础的拍摄设置。 也可以在曝光设置。 画面参数和曲线下对画面进行调整。 点击右下角的参数模板,您可以保存当前的参数设置,用于下次拍摄。 设置好参数后,点击下方的录像按钮,即可开始拍摄。 提设置。